- 大家好我是楊佑寧 - 那在我身旁的這一位是我的太太 - 大家好我是阿美 Mel - 那今天我們兩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- 那今天我們兩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- 那今天我們兩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- 就是天賦在我們身上 - 這一段時間裡面有很大的恩典 - 那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那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大家比較沒有看過的我們兩個人 - 然後比較私底下的我們兩個人 - 那我們也會面臨到的困難 - 會面臨到的憂慮 - 挫折 - 挫折 焦慮這樣 對 - 那其實我相信 - 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透過 - 社交媒體去認識Mel - 然後可能大家對於她的印象是 - 怎麼樣 - 年輕貌美 - 是這樣嗎 - 然後她是一個保養品牌的一個CEO - 那感覺起來好像生活是很美好的 - 在帶領你的公司應該是很正向很正能量的去帶領你的公司 - 因為你們公司給人的感覺也是這種很正向的這種感覺 -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- 譬如說你在帶領公司的這一個方面 - 你會不會遇到一些挫折或是困難 - 非常多 - 對 因為我開公司其實有差不多五年左右了 - 然後我覺得當我還沒有跟主有這份緊密的關係之前 - 我覺得我從過往的一些經驗 - 或者是說真的我們看電影 - 都會覺得老闆CEO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- 其實是非常高高在上 - 然後非常有距離感的 - 然後有一份霸氣在那邊 - 那我覺得當我開公司前三年左右吧 - 我覺得我都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- 來去跟我的團隊去相處的 - 所以你是想要當一個這種老闆 - 對 就是好像有點老闆的氣勢 - 或者是覺得我給了一個大方向後 - 其實所有的細節我都不用去管了 - 我就可以很好的去很爽的去放假 - 然後陪伴家人這樣子 - 但我覺得直到是真的是疫情的當中 - 然後也是因為我先生 - 讓我參與了這個RPG - 然後每天的十分鐘 - 慢慢讓我切入有一點改變 - 從好像朋友的角度來去五分鐘十分鐘 - 來去有一個交談 - 加上慢慢因為這個交談後 - 我更想要去參與101的一些課程 - 那我覺得上完後 - 我覺得我整個人其實對我公司的狀態 - 跟我自己個人工作的狀態 - 是非常大的一個反轉 - 那我後來就是會更意識到說 - 其實我們都是彼此的肢體 - 在這個家庭裡面 - 沒有誰是會永遠知道 - 所有所有的答案的 - 沒有誰永遠是會on the top - 然後最棒 然後最厲害 - 然後什麼事情都知道 - 然後什麼事情都知道 - 我覺得我更謙虛的去面對我的團隊 - 我更意識到說 - 仆人士的這種領導方式 - 我其實要很謙卑 - 很牽著大家的手 - 一起來去共同面對我們公司 - 每一個高低起伏 - 那我覺得我面對我的員工 - 就會更多的細心 - 更多的關愛 - 更例如 - 更例如 - 我覺得很多的小事情 - 可能 - 就是我們公司 - 有時候是會為了 - 連倒個垃圾 - 都會就是有一些爭執 - 一些吵架 - 但後來我就會發現 - 沒有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- 其實沒有角色上 - 還有職稱上的一個差別 - 我們都是這個團隊裡面的 - 家庭的一份子 - 那其實並沒有分離我 - 那我覺得我們團隊裡面 - 就是都會有優點跟有缺點嘛 - 那我覺得怎麼一起去補氣 - 這樣子互相去互補 - 互相去扶持 - 我覺得這是我在信仰裡面 - 就是大大提醒到我的一個部分 - 你剛剛一直在講RPG - 什麼是RPG - 對 -RPG其實是Revival Prayer Group - 這樣子 - 所以是 - 就是我覺得剛開始就是像一個 - 五到十分鐘 - 然後三到四位朋友 - 或是姐妹 - 弟兄 - 我們一起聚在一起 - 就是有一個每天的簡單的禱告 - 真的是很簡短的 - 每天大概花十分鐘的時間 - 然後為彼此代祷 - 像聖經裡面講的就是 - 兩三個人聚在一起 - 就是奉耶穌的名道高將 - 對 -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- 好像每天很簡單可以做到的事情 - 可是 - 翻轉了我們兩個 - 生命很大的一個小動作 - 對 - 那想要問你 - 我覺得相信 - 大家也會看見你 - 是一個非常陽光大男孩 - 說真的我認識他前 - 我在螢幕上 - 就是他形象上 - 也會覺得他好正能量喔 - 然後 - 又是一個基督徒 - 老基督徒 - 對 - 然後現在又是所謂 - 對不對 - 很婚姻美滿的一個狀態 - 然後我覺得在 - 演繹的道路當中 - 我覺得也是非常到一個 - 很成熟的一個道路上了 - 那你在你的那個區塊 - 會有任何的想法 - 領悟或者是挫折感嗎 - 其實我覺得這兩年 - 對我們兩個來說 - 應該是蠻大的一個人生的轉變 - 我覺得這兩年 - 我們兩個人從身分上的轉變 - 從原本的男女朋友 - 我們現在是結為夫妻 - 然後我們兩個也成為了父母 - 我們現在共同有了一個女兒 - 非常可愛的女兒 - 那我覺得這個身分的轉變 - 對我來說 - 他也會有不同層級的壓力 - 在我身上 - 我好像現在成為真正的所謂的 - 一家之主 - 那我必須面對到我自己家裡面的 - 各種的狀況 - 我又想要成為一個父親 - 想要成為一個丈夫 - 同時我又想要在我自己的職場上面 -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- 但我覺得當我們有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- 其實沒有辦法控制的是 - 突如其來的這個疫情 - 我覺得這個疫情 - 對整個世界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- 當有這麼大的影響的時候 - 可能在經濟這一塊上面 - 它就會造成全球非常大的一個恐慌也好 - 然後焦慮也好 - 當然我覺得到了我的這個產業 - 直接面臨到的就是 - 我可能有很多的戲 - 它必須要延期 - 我可能有很多的戲 -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變得越來越困難 - 可能不管是申請上面的困難 - 在資金上面的困難 - 在交通過程上面的困難 - 我覺得是越來越困難 - 那甚至有很多的戲 -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就停拍了 - 不得不說 - 我們家裡面有非常大的經濟來源 - 是來自於我的工作 - 那我的工作最主要的也就是 - 演藝事業 - 我必須有很多的戲劇作品 - 當我發現說 - 現在整個大環境的狀況 - 開始受到影響的時候 - 我也會開始焦慮跟緊張 - 所以我覺得這個焦慮跟緊張 - 就會讓我去希望可以製造更多的收入 - 但這些收入可能是 - 不是從我的本業開始 - 可能我會有想要投資 - 我會有想要對很多的事務去做一些 - 額外的金錢上的投資 - 我希望在我的收入來源以外 - 可以帶來另外一種所謂的被動收入 - 對 - 我不知道這樣子應該算投資還是叫投機 - 那我記得我們兩個人在結婚前做的婚姻輔導的上面 - 我沒有聊過 - 就是說我對於一個家的愛的付出 - 我可能是會想要去工作 - 想要用經濟的這個方式來支撐我的家 - 所以當這一塊缺少的時候 - 我變得是很沒有安全感 - 那很沒有安全感的時候我開始焦慮 - 我開始東抓一個東西西抓一個東西 - 我希望可以在這些事情上面 - 重新給我帶來安全感 - 我發現當我越抓的時候 - 是越沒有安全感的 - 因為真的很像是一個溺水的人 - 然後拼命的想要抓住旁邊的東西來救你的那種焦慮感 - 那我記得我們兩個人好多次在晚上禱告的時候 - 沒有是可以感覺得出來 - 我的焦慮是 - 有的時候真的是連禱告都不會 - 就是沒有辦法講更多這樣 - 那當然在這一塊上面 - 我才突然意識到說 - 我好像把我的安全感建立在別的東西上面了 - 對 - 好像我必須要在這個部分賺到錢 - 要在那個地方賺到錢 - 要在這邊賺到錢 - 我才能夠安穩的踏實的生活 - 我發現好像錯了這樣 對 - 那是一直到 - 有一天 - 我覺得我們女兒的出身帶給我們兩個非常大的轉變 - 這個轉變是 - 當我看見我對我女兒的一個愛的時候 - 好像我更能夠理解就是 - 我們天賦對我們的愛 - 那這個愛是什麼呢 - 是我們女兒很喜歡游泳 - 她非常喜歡游泳 - 但我記得我們剛開始帶她去游泳池的時候 - 她是非常緊張的 - 她在游泳池裡面她是緊緊抓著 - 緊緊抓著我們 - 非常沒有安全感 - 非常沒有安全感 - 她的身體的每一個肌肉的表現 - 都是她的不安 - 她的焦慮 - 她的緊張跟害怕 - 我相信那個時候 - 如果我們就以生命的立場來講的話 - 一個生命她只想要活下去 - 所以什麼可以讓她活下去 - 其實一個游泳圈就可以讓我們的女兒 - 安安全全的活下去 - 可是我們作為父母的 - 我們並不會只是給我們的女兒一個游泳圈 - 然後跟她講說你不會沉下去 - It's fine 就是你去玩吧 - 她還是會一直存在在一個緊張跟不安裡面 - 那我發現當我是用一種陪伴安慰跟鼓勵的狀態的時候 - 我就會想到說 - 其實每當我們在不安的時候 - 或是當我們面臨到焦慮跟困難的時候 - 我們常常會在禱告裡面求很多的東西 - 我們會求很多 - 希望這些東西是可以給我們安全感的東西 - 但其實我們常常忽略 - 在我們信仰裡面最重要的是 - 關係 - 就這個關係會讓我們覺得說 - 其實當我們在面臨到一個危機 - 或者是在一個低谷的時候 - 其實神是與我們同在 - 祂跟我們一起面臨到這些狀況 - 然後祂安慰我們 - 用祂的話來安慰我們 - 指引我們 - 那剛好我就在聖經裡面看到了一句話 - 是大衛對他的兒子說的 - 說你要勇敢前行 - 不要懼怕 不要膽怯 - 因為我的神不會離棄你 - 也不會撇下你 - 對 - 那我覺得 - 這是讓我會很想要 - 把這句話跟我的女兒講 - 跟我們的女兒講說 - 在未來不管任何事情 - 其實你要勇敢 - 你不要害怕 - 因為我們的神也很滑 - 就會像我一樣 - 我不會離棄你 - 我也不會撇下你 - 那我在這種焦慮的時刻 - 我就會想到說 - 其實我們的神也是這樣子 - 好像也有更多的看見 - 就是我們跟女兒的關係 - 其實也反映出我們跟我們的天父爸爸的一份關係 - 就是很多時候她並不會在 - 我們想要所求的時間點 - 可能給我們所想要的事情 - 但她的確會就是很 - 知道我們的狀況 - 因為她天父爸爸非常懂每一位孩子 - 她會在對的時間點做對的事情 - 但我覺得當下可能是 -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 - 但我就會回過頭來去想跟看的時候 - 就會發現其實這位天父爸爸 - 是非常愛我們的 - 所以我覺得在基督這個信仰裡面 - 好像愛真的是一件非常 - 很真實的一件事 - 很真實的一件事 - 對 - 然後我覺得我在我女兒身上 - 好像也會重新的發現說 - 她不管怎麼跌倒 - 不管怎麼去做錯事情 - 她都有這份勇敢去再站起來 - 再去學習 - 再去學習 - 再去學習 - 她享受的是這個過程 - 並非這一個結果 - 所以我覺得我也很感恩 - 就是我們有這一個女兒 - 在我們的生命道路當中 - 來去三個人互相重新 - 在生命當中來去重新學習 - 我覺得這個其實好像也會帶到 - 就是我們的工作啊 - 就是很多生活細節當中 - 對 因為剛剛提到就是工作的部分 - 我覺得我也很常會焦慮在結果 - 然後怎麼去供養團隊 -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錢跟民生 - 很多都會在這個困惑當中 - 所以譬如說我覺得 - 我覺得有很多的朋友也會看見你的社交媒體上面的一些生活 - 那這些生活上 - 它也一樣會帶給你焦慮嗎 -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社交媒體這件事情 -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 - 他們好像對這件事情是會有焦慮的 - 對 - 妳看起來我覺得對這件事情是沒有焦慮的 - 我看起來表現起來 - 就是好像是一個很輕鬆很chill的一個人 - 但我覺得再輕鬆的人 - 其實私底下還是會面臨到非常多的挫折跟焦慮感 - 那我覺得在這個社交媒體 - 這麼快速的這個時代當中 - 我覺得其實也是剛剛提到的 - 在婚姻輔導當中 - 我好像突然間變黃牧師點到 - 就是說其實你 - 這個時間點上 - 你要進入一個媽媽的角色 - 太太的角色 - 然後又是剛開公司的一位CEO - 其實所有的角色都在同一個時間最高點 - 就是壓迫你 - 就是讓我就是其實 - 無形當中是不知道原來自己壓力那麼大的 - 但我好像被黃牧師點完後 - 我就很意識到這一塊 - 我就發現 - 對,我壓力好像大到一個我自己 - 我有告訴過你 -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是 - 我連每天不間斷的呼吸都會有困難 - 然後應該是想到說 - 在這個快速的時代 - 有很多的比較 - 然後你每天滑IG - 每天滑臉書 - 你可能都會看見 - 哇每個人都好棒喔 - 好完美喔 - 就是在一個很美的狀態底下 - 怎麼大家都那麼的快 - 然後可能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去開始 - 但人家的腳步就是比我快 - 我好像一直沉淪在一個很焦慮 - 每天都要趕快24小時 - 我要做更多的事情 - 讓大家能夠看見我的能力 - 看見我能付出什麼 - 看見我 - 我能代表什麼 - 證明自己 - 對,我就是很想一直去證明 - 證明證明 - 但我覺得後來也是在疫情當中 - 我覺得讓我跟主這份關係 - 有更多的緊密接觸 - 跟輕鬆的聊天以後 - 我覺得就是很多的提醒 - 讓我知道說 - 其實我們生命當中 - 很多東西都是不可控的 - 我們人都很想要去抓 - 很想要去控制 - 我們生命道路的每一個細節 - 我們都覺得我們能夠 - 變成這個模樣後 - 就什麼都可以了 - 但我覺得主很多的提醒給我 - 就是覺得說 - 我們要更多的珍惜 - 更多的享受這個過程 - 更多的去反省跟反思 - 我們在做每一件事情上 - 其實除了想我們自己以外 - 怎麼去想 - 就是怎麼可以幫助到這個 - 世界回饋給大家 -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 - 就回到我的深處 - 覺得說 -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急迫 - 或者想要去證明我的自己 - 其實我反而是想要在我們的家庭 - 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- 怎麼去好好的享受這個過程 -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- 其實就會解出很美好的一個過失 - 然後怎麼就可以更多的回饋到 - 我們的團隊這個社會 - 其實我覺得像 - 剛剛你說的啊 - 你對於現在你的焦慮的事情 - 我相信現在有很多人 - 很想要證明他自己 - 也有很多人 - 可能像我一樣 - 很可能對於 - 財務上 - 金錢上面是有焦慮的 - 憂慮的 - 對 - 那 - 我覺得今天我們兩個人 - 最想跟 - 就是 - 現在正在看的 - 這些朋友們講 - 就是說 - 其實每一個人 -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- 不管你現在的 - 身處的位置 - 你的職務是什麼 - 你的身份是什麼 - 我們每一個人的安全感 - 來自於不一樣的東西 - 可是我們都一樣沒有安全感 - 有些人的安全感 - 建立在婚姻上面 - 有些人的安全感 - 建立在事業上 - 有些人的安全感 - 是建立在 - 金錢 健康 - 或者是愛情 - 對 - 但我們常常會 - 只是想要去抓著我們 - 能夠給我們安全感的這個東西 - 但我們卻忽略了 - 其實 - 如果我們願意停下來 - 讓神進到我們的心裡面 - 讓祂來帶領我們 - 我們的這個安全感 - 才能夠得到一個 - 安慰 - 才能夠得到一個 - 解決的一個 - 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- 對 -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- 我覺得當 - 當我發現 - 我開始不斷的想要去做一些 - 金錢上的投資的時候 - 對 - 我好像 - 覺得 - 這件事情 - 可以帶來給我更多的效益 - 可以帶來給我更多的 - 額外的收入 - 的這件事情 - 可是我發現我好像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- 我並沒有一個更踏實的感覺 - 我反而每天早上起床 - 就會看著一堆的數字 - 然後我的心情就會跟著這一些數字 - 不斷的上上下下 - 我好像並沒有因為做了這個舉動 - 所以讓我的生活 - 或者是讓我們的家庭 - 有一種更平安的感覺 - 我記得有一次是在晚上的時候 - 我們兩個在禱告的時候 - 我跟你說了 - 我很焦慮這件事情 - 我跟你說了 - 在投資的這一塊上面 - 我們非但沒有獲利 - 但它甚至是現在是有虧損的 - 這件事情讓我更 - 更不安 - 對 - 可是我後來 - 你那時候跟我講說 - 你說 - 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眼目 - 都放在這件事情上面 - 我們應該去可慕神 - 因為我們知道 - 雖然現在整個大環境受到了一個影響 - 我們的工作都因為 - 因為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- 我們有很大的一個衝擊 - 但是神一直不斷的供應我們 - 祂沒有讓我們少掉任何的東西 - 對 - 我覺得這是讓我覺得說 - 哇 我覺得 - 對 我都忘記要把我的眼光 - 放在神的身上 - 然後 - 確實我覺得從這兩年 - 我們兩個人的生活 - 我們兩個人面臨到的家庭 - 我們的工作 - 我覺得是一個很被祝福的過程 - 那這個所謂很被祝福的過程是 - 我發現這些祝福的過程是 - 都不是從我自己去抓的這些安全感來的 - 反而是最原本最原本 - 神所要賜福給我的產業 - 從這個產業不斷的增長出來的 - 對 所以 - 我到現在我慢慢的我就會學習說 - 雖然現在我相信 - 在目前的每一個朋友 - 可能都會經歷到這個所謂的焦慮感 - 可能都會經歷到這種 - 很不知所措的這種狀況 - 但 - 好像真的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- 真的是有那麼的一位神 - 祂抱著我們 - 陪著我們 - 經過這一段 - 低谷 - 經過這一段的 - 憂慮 - 其實好像是 - 就是神 - 我覺得帶給我們的平安是 - 就算我們經過這一些不安全感跟焦慮 - 但你知道永遠有一位天父爸爸是牽著你的手 - 陪過你走過這所有的一切 - 因為我覺得人其實某個點也是會很擔心自己一個人要走 - 孤單 - 那我覺得在這個信仰裡面很大的提醒就是 - 讓我們知道說不管大環境怎麼樣 - 再有再多的變化 - 你都不是 - You're not alone - 就是你是有人 - 有這個家人 - 永遠在你旁邊陪伴著你的 -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直很想要分享就是說 - 我們的生命道路當中就是很多的不平安感 - 但我們在怎麼 - 在這個信仰裡面 - 在我們的主這份關係裡面得到這一份平安 - 若玲 你現在早上起床還看四季嗎 - 還是會看 - 還是會看 -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關心時事的一個動作 - 就像早上起床可能會看看新聞這樣子 - 對 -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說我的這一切從何而來 - 然後我知道說 - 主耶穌祂賜給我們的是 - 真的是像聖經裡面講的 - 就是說祂所賜下的祝福祂不會加上憂慮 - 對 那我們其實不斷地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- 想要去找所謂的祝福 - 我想要找一個健康的祝福 - 我想要找一個金錢的祝福 - 我想要找一個愛情的祝福 - 對 可是我們可能在找的這些東西上 - 常常都會有額外的憂慮 - 但我可能在看聖經上面 - 給我最大的感動就會覺得說 - 當我們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的時候 - 祂真的賜下的那個祝福 - 是不會帶著憂慮的 - 然後我覺得我們也很想要跟 - 大家分享就是說 - 妳信 - 妳應該是說 - 妳信祖幾年了 - 我信祖 - 我受洗了六年了 - 但我覺得 - 我好像真的是在這一年半 - 才跟祖有這樣子一份親密的關係 - 為什麼呢 - 為什麼會這樣呢 - 我覺得是我家庭背景的造成吧 - 我覺得我的成長背景 - 看見我的爸爸媽媽 - 都是非常依靠自己的力量的 - 我覺得他們給我很多的很長的一些提醒 - 就是說 - Mel 就是妳就是要把妳自己的名聲建立起來 - 人家才會 treat you seriously - 妳才會被認可 - 那我覺得我從小到大都會覺得說 - 好 我就是要趕快把這個東西 - 努力的建立起來 - 讓大家看見我 - 我的能力 - 那我覺得 - 我一直以來對這個信仰不抗拒 - 也不會不接受 - 因為我覺得在生命道路當中 - 其實很多人 - 都會過來跟我就是分享這個信仰 - 但不知道為什麼 - 我就是不抗拒也不 - 也不 - 沒錯 - 就是為什麼呢 - 我會發現不對啊 - 因為他感覺很chill - 然後好像對很多的事情也沒有那麼的計較 - 沒有那麼的要求 - 生命中不太會碰到一些太大的困難 - 如果遇到困難了好像 - 好吧那就這樣 - 就過了你知道嗎 - 可能因為你認識我的時候我才二十幾歲 - 所以那個時候責任那種種單還沒有那麼的重 - 對 - 對 - 所以 -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翻轉 - 就是說 - 我是一個在禱告上面 - 可能會比較多所謂的基督徒的行話的 - 沒錯 - 的這種類型的禱告 - 因為我剛開始跟他交往的時候 -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一起禱告 - 但他的禱告幾乎是copy and paste的 - 就是所有的人和事禱告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- 但我覺得神他就是有他的時間點 - 就是讓我們相遇 - 就是光照著我們兩個 - 讓我們彼此在這個信仰的道路上 - 就是你是重新的翻轉 - 重新的從我身上 - 看見原來是可以那麼輕鬆 - 這麼像朋友的關係 - 來去跟這位天父爸爸聊天的 - 但我覺得我也從你的身上 - 也學習到更多 - 就是要更依靠著神 - 要把我們的害怕焦慮 - 其實都要交透在神的手中 - 那我覺得也讓我重新有機會 - 從一個好像沒有那麼熱情 - 那麼不抗拒的狀態底下 - 我重新燃起了我熱情的這一顆心 - 所以我覺得主他都會有他的奇妙的時間點 - 來去跟我們說話 - 對 - 剛有提到就是你是一舊的基督徒 - 然後我好像是一個baby一樣 - 我覺得加入了這個家庭 - 然後認識了主 -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- 很大的一個改變 - 因為我覺得我原本就是已經很chill了 - 其實面對生活當中 - 其實蠻容易轉念 - 然後轉成就是很正能量 - 然後覺得it's okay - 就是睡個覺可能明天就好了 - 但我覺得我應該是 - 神給我的提醒好像是 - 你不應該take your life so lightly - 因為我覺得人的生命 - 其實是非常可貴的 - 非常的珍貴的 - 我可能以前會覺得說 - 沒關係啊就是還有明天 - 但我現在越看見 - 越認識主後我就會發現 - 其實人的一生 - 其實非常的短暫 - 然後突然很感動 - 對 就是 - 人的一生真的是很短暫 -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有了 - 我愛的人 愛的家庭 - 然後熱愛的這一份事業 - 我覺得我更知道我要去珍惜 - 更懂得要去在這個生命當中 - 不只是只看我自己 - 只看我自己在這個生命當中 - 能得到什麼 - 能為我自己的名聲 - 能得到任何的什麼 - 而是 - 真的是怎麼為我愛的人 - 我身邊 - 我愛的這個世界 - 就是神創造了這麼美好的一個地球 - 我們怎麼可以真的去延續 - 然後怎麼去散播這樣子的一份愛 - 對 就是在我覺得是我的改變 - 真的就是從疫情當中 - 我發現到 - 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受控制的 - 不管你是任何的地位 - 任何的成長背景 - 任何的誰 -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如此 - 你就是要去跟隨 - 那我覺得就會讓我更意識到說 - 不管怎麼樣 - 我們是沒有辦法緊緊抓住任何的一切的 - 我們也只能珍惜我們在這個生命裡面 - 在這個道路上 - 主給我們的所有的一切 - 然後非常提醒到我的是說 - 當你知道你在做對的事情後 - 我覺得 - 主他就會為你安排那個美好的結果 - 對 那怎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- 就是有所享受 有所去跟著這個高低起伏 - 高山低谷來去更多的成長 - 我覺得好像除了這個以外 - 我剛突然想到我覺得也是 - 想到說改變我蠻多的 - 就是當然從RPG開始 - 我覺得每天的一個五到十分鐘 - 好像跟朋友 - 剛開始像朋友這樣子的聊天分享 - 真的就是會 - 我覺得人往往都很想要把眼光跟眼目 - 放在自己的身上 - 然後不想要看外圍的 - 然後也不care人家的一些狀況 - 但我覺得RPG讓我更知道說 - 信仰帶給我的這一份團隊的精神 - 這個家庭我們就是彼此的肢體 - 我們其實可以彼此安慰 - 然後我覺得也是會更多的領悟說 - 我們其實都是罪人 - 我覺得有更多的forgiving - 有更多的謙虛 - 更多的原諒 - 在這個信仰的當中 - 我覺得是我以前沒有感受過的 - 因為我覺得以前就是 - 你做錯一件事情 - 我覺得人都會是這樣 - 你就會有產生出一個包袱的心 - 但我覺得在這個信仰裡面 - 讓我很大的感受就是 - 當人做錯反而是更多的體諒 - 更多的去站在對方的立場 - 知道說其實你我都會犯同樣的錯誤 - 但在這個錯誤當中 - 怎麼用愛來去一起去成長 - 一起去更多的包容 - 我覺得這也是我非常學習到的一塊 - 在信仰上有一個轉變 - 我們在做今天這一次分享的時候 - 其實我們兩個人在家裡面 - 排演了非常多次 - 然後我就問Mail一句話 - 我說其實今天的這個分享 - 你最想要跟就是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- 那他那時候跟我說 - 他說他很希望讓大家知道 - 其實每一個人在你們的生命裡面 - 好像神都有安排 - 都有好多的人在為你們禱告 - 然後你會 - 常常你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- 遇到什麼樣的人 - 過來跟你打個聲照顧 - 其實 - 它是很無形的 - 是 - 然後在這個信仰上面 - 就剝下了一個種子 - 對 - 那Mail很希望說 - 當有人在你們的心裡面 - 剝下這個種子的時候 - 不要去掩蓋它 - 就是可以讓這件事情去成長 - 去接受 - 去接受 - 對 你可以去領受這一切 - 真的是從神而來的恩典 - 然後 - 去接受 - 去接受 - 對 - 我覺得就是 - 它沒有任何的時間點 - 也不求任何的回報 - 但我覺得 - 就是會有那麼多人和事 - 就是我覺得神 - 祂就會透過不同的事情 - 來去跟你說嗨 - 然後來去關心你 - 那我覺得我們也是非常想要邀請 - 我覺得觀眾朋友們 - 就是來去回顧一下 - 就是在人生的道路當中 - 其實有沒有就是 - 無形之間感受到這一份愛 - 嗯 - 嗯